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看到 科学界的又一重大突破 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 成功揭示了人体肠道菌群的结构 发现了284株关键细菌 这将为疾病治疗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这一成果不仅在细胞期刊上发表 更是为微生物组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国庆假期的充电站巡检 为了保障返程高峰的充电需求 国网四川电力的志愿者们 在假期中持续进行充电设备的检查 确保每一个充电站都能正常运行 他们的努力让驾驶电动车的朋友们 在假期回家的路上无需担心充电问题 真是太贴心了 最后 让我们聚焦于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揭晓 美国科学家维克多 安布罗斯和加里 鲁夫坎因其在微小RNA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奖 他们的发现 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基因调控的理解 也为将来的疾病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细胞报道 科学家们成功破解了人体肠道菌群的结构密码 揭示了284株肠道细菌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细菌分为基石功能群和病生功能群 前者有助于维持健康 而后者则与疾病状态密切相关 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联合实验室主导 标志着微生态研究的重大突破 通过对细菌基因组的网络分析 研究团队首次找到核心菌群的成员 并发现他们在不同疾病患者的肠道样本中维持着一种悄悄板结构 这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把镖 在研究中 科学家们对110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高膳食纤维饮食干预 结果显示超过六成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显著降低 然而干预结束后 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又回到了干预前的状态 显示出菌群的动态变化 研究发现141株细菌在不同时间点上保持稳定的协作或竞争关系 这些细菌构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功能群 影响着人体的健康状态 这一发现不仅适用于糖尿病患者 也在其他多种疾病中得到了验证 显示出其广泛的应用前景 研究团队还分析了这两个功能群的基因 发现与疾病缓解相关的基石功能群主要由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组成 而病生功能群则由机会性致病菌构成 和精准营养开辟了新的途径 特别是在免疫疗法的应用上 能够帮助医生在治疗前预测患者对不同疗法的反应 从而优化治疗方案提高疗效 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开发 以基石功能群为靶点的检测和治疗方案 以期在临床上实现更有效的疾病管理 网易报道 清华系创业公司图形起源在字体设计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 利用大模型技术帮助字体公司降低80%的成本 并且将生产速度提升至10倍以上 传统字体制作流程耗时长且成本高 设计师需手动完成近3万字的字体制作 而图形起源通过4个阶段的模型训练 成功将位图转化为高质量的矢量图 解决了人工设计中的效率和准确性问题 它们的技术使得客户只需提供199个字的样本 AI便能在两天内生成数万字的字体 且支持多余种极大的方便的设计公司 IT之家消息称 华为的耳机系列近期并没有新品发布 尤其是FreeBuds Pro FreeBuds N和FreeClip系列 尽管网友对FreeBuds Studio 2的发布情况表示关注 但博主确认目前没有相关消息 华为的FreeBuds系列耳机 自2018年起就有持续的产品更新 最新的FreeBuds Pro 3于2023年9月发布 具备了先进的音频传输技术 尽管如此 现阶段的耳机产品线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同样来自IT之家 小米近日推出了米家折叠暖菜版 并计划于10月9日众筹开售 众筹价为349元 该产品采用高密度石墨烯加热膜 能够在10秒内完成速热 且在4分钟内将温度从25摄氏度提升至100摄氏度 暖菜版的设计 考虑到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支持三区独立温控和多种温度设置 方便用户在不同场景下使用 此外 产品还配有防烫区和同锁功能 体现了小米在家居产品上的创新与实用性 网易报道 2024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揭晓 引发了广泛关注 获奖者维克托 安布罗斯和加里 鲁夫肯因其在微小RNA mRNA及其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的研究而受到表彰 MIRNA是一种长度约20个碱基的小RNA 关键在于其对基因表达的调控 错误的基因调节可能导致癌症等严重疾病 安布罗斯早在1993年便发现了第一个mRNA link 4 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直到2000年第二个mRNA link 7的发现 才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升温 尽管目前mRNA的临床应用仍然有限 但其在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尤其是在肿瘤和发育研究中 在诺贝尔奖的背后 南京大学的教授们指出 mRNA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生命的进化过程 也为疾病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VRNA通过调控基因表达 参与细胞分化和疾病发展 研究表明 VRNA的异常可能导致多种疾病 包括癌症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mRNA的调控机制 应用于医学 探索其在癌症 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的潜在治疗价值 随着对mRNA的深入研究 科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人为调控 来改善疾病的治疗效果 此外 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细胞外vRNA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 发现vRNA不仅存在于细胞内 还能在血液等体液中稳定存在 这一发现 为疾病诊断开辟了新途径 团队已经建立了 基于细胞外vRNA的疾病图谱 并开发出用于一线癌早期诊断的试剂盒 显著提高了诊断准确率 这些研究成果 不仅推动了vRNA研究的进展 也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展现了vRNA在医学领域的巨大潜力 腾讯 在美东时间10月7日 Jeffreys分析师Edison Lee对苹果最新款iPhone的市场预期表示担忧 认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过于高涨 导致苹果股价在早盘一度下跌超过1.2% 尽管新款iPhone是首批配备AI功能的机型 但例指出 iPhone16和iPhone17的销量增长预期5-10%可能难以实现 因其缺乏实质性创新和AI应用 它将苹果的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 并提到 尽管苹果在AI领域有潜力 但短期内 AI并不会成为其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当前估值也显得偏高 网易 小米在10月7日宣布推出米家多功能电火锅6L 计划于10月9日进行众筹 众筹价为249元 建议零售价为329元 这款电火锅具有2000W的功率 采用叠一发热管 能够在7分钟内煮沸二升水 并提供6档火力调节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火力设置 且具备八大菜品的火锅程序 支持个性化定制涮煮时长 此外 电火锅的6L大容量设计和均匀受热的锅底 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的烹饪体验 方便的分体式结构 和食品接触及不粘内胆 更是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IT之家 小米的米家多功能电火锅 不仅在功能上表现出色 还在安全设计上做了周全考虑 其配备了1.4米的电源线 钢化玻璃上盖 防烫把手 及防干烧保护等装置 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此外 电火锅的防滑脚垫设计 也能有效防止意外滑动 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该产品预计将在10月23日开始发货 凭借其高性价比和多功能特点 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华为苹果争夺黄金周 有新品仍一击难求 你就换新注消费 来自腾讯的报道提到 国庆假期期间 华为和苹果的旗舰店人流如潮 消费者对新机的热情依然高涨 在华为的旗舰店中 Made XT的需求极大 但由于缺货 消费者只能选择预定 苹果店的情况类似 尽管iPhone 16 Pro的某些版本有现货 但iPhone 16 Pro Max已无货 消费者需要等候数周 为了促进销售 华为和苹果都推出了 已就换新政策 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前来体验和购买新机 尤其是华为的Pro R70系列 和Mate 60系列 均在假期内降价 并享有额外优惠 消息称 国庆期间 小鹏汽车新增订单破1.6万 来自网易的报道显示 小鹏汽车在国庆期间新增订单 超过1.6万 主力车型为Mona和G6 小鹏汽车在2024年9月的 交付成绩亮眼 共交付新车21352台 同比增长39% Mona M03作为一款高性价比的电动车 上市48小时内 大定量突破3万台 显示出强劲的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 小鹏G6也在持续热销 成为小鹏汽车的重要支柱 科普 让细胞遵循正确的说明书 来自网易的报道 揭示了2024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成果 维克托 安布罗斯和加里 鲁夫坎的研究 再次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复杂性 他们发现 微小核糖核酸 在基因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揭示了细胞如何选择性激活 特定基因的机制 这一发现 不仅改变了对基因调控的理解 也为未来的医学研究 提供了新的方向 尤其是在癌症等疾病的治疗中 微小核糖核酸的作用 仍需深入探索 尽管已有众多研究成果 但将其应用于临床 仍面临挑战 科学家们需要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